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我們的TNT擺放位置是這一格跟這一格 那接下來就是想辦法先點燃TNT 好 我們先點燃下面有水的那一個 先點燃 然後大概幾秒之後 然後舉盾 你會看到TNT會往前飛 然後為一個大爆炸 沒錯 那我們剛剛舉盾 然後在這樣的距離大概受到半格的傷害 但是如果打到敵人 然後距離非常近的話 傷害其實很高的 我們可以站近一點 忘記按 我剛剛還是擋住了 我剛剛還是成功擋住了 OKOK 那效果大概是這樣子 這麼近 你看 這麼近就會扣非常的多血 所以呢 最好就是有方塊擋住 所以我們人只要躲在這樣子後面 當擋一排 其實我們受到的傷害應該會很低 那別人沒有方塊擋住的話 那個傷害其實是很痛的 我們這樣舉盾還扣了半排血 沒有 這樣子 欸 有方塊擋住就是扣半格 對 這樣就還蠻安全的 如果你在離遠一點 應該是不會受到任何傷害的 對 趕快跑 這樣子 來得及跑有沒有 這樣 就不會被炸到 那這個爆炸的時間呢 要自己算一下 不要自己算一下 大概等一陣子 然後再按 這樣他才會飛比較遠 他先飛過去再爆炸 那我們需要讓他 這樣幾乎到地面上再爆炸 所以如果在空中爆炸 可能就會離敵人太遠了 所以呢 這個算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遠程的大炮 所以如果在UHC中有拿到TNT的話 然後在空中對峙的話 也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攻擊對手 難可惜在這屆UHC最後沒有成功的使出來 不過呢 這個還蠻好用的 所以之後大家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